男童志肾强不强 看这五个地方就行 首先是耳朵 肾开窍于耳 所以男童志耳朵的情况 是可以反映出肾的情况 比如说一个人经常耳鸣 老是听不清别人说的啥 然后耳朵淡白没有血色 这种通常是肾不好的一种表现 第二看头发 除了那种本身家族有遗传 到了一定年纪后容易秃顶的男人 一般来说年纪轻轻 头发就比较少 或者是经常脱发掉发 头发没光泽比较干枯 甚至是早早的开始长白发 肾也是不怎么好的 因为肾急滑在发 肾好的人头发基本都是茂密的 并且有光泽发亮 第三看腰腿 腰围肾之腹 肾好的男人 腰腿自然也是好的 如果说一个男子动不动就喊着 腰痛腰酸两腿发软 没干点活就说腰不行 那这种肾多半也是不好的 第四看反应力 肾藏筋 筋能生水 充氧脑翘 所以肾经充足的人 脑水得到充分的滋养 那反应力就快 头脑清晰 视为清楚 相反如果一个人反应迟钝 并且总是记不住事 健忘 这可能就是肾虚了 第五看舌头 肾虚的男人 舌头伸出来 大多舌根是凹陷 或者是有裂纹的 有的人舌根处 舌苔还厚腻 因为舌根的地方 属于肾和伸直区 而凹为虚 所以肾虚的时候 舌根就会凹陷下去 出现一些裂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